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Amber 今天这个视频是摸年生四白手起家的第三期 因为过两天可能要拔牙 所以就先多录一点素材 之后慢慢剪,然后慢慢发就很OK 然后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就催更我视频什么的 我都能看到你们的这些消息 但就是你催更了以后 我也不可能立马录出来,立马剪出来 所以就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 然后其实每次我都会乱七八糟说一堆开场掰 但是因为我觉得就太城市化了 不是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就随便说两句 如果你想看到我这一个实况系列之后 这小时候会发生什么的话 就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 多发弹幕,多脱皮,多转发,多收藏 只喊点赞,扭一键三连,不用多说 然后我还做美妆视频,音乐视频 还有其他一些聊天类视频 如果你对这些也感兴趣的话 关注我 开始 What the f Outdated Wicked Whims 我的Wicked Whims居然过期了 然后我知道模拟人生寺6月1号出了那个Dream Home Decorator 就是那个室内设计包 虽然我自己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 但我还是不想原价买 因为我感觉就是模拟人生寺的包原价买就吃亏了 那包里家具我是真的很喜欢 全都是那种就很现代的 然后有一种宜家风的那种感觉 Yeah 原价是不可能的 All right 今天是那情人节 是不是 我的朋友还在 Hello 讲一讲 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咱们现在手上有1380 这个钱我觉得 我干了什么 等一下 这不行 等一下 我居然不小心就把这个 钱自己加了 以前块 刚刚是1380 然后1380 OK 哇 有镜无险 吓死我了 我游戏突然好卡呀 不知道为什么 我俩是好朋友了 这就是那个V型房屋的buff 就是你跟谁聊天 聊两句 你俩就是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就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 Yeah whatever 这是跳的市场吗 还是 哦不是 这就是香料庆典 Oh my gosh 我们来尝试一下 这个辣咖喱挑战吧 如果咱们赢了 是可以拿钱的 对不对 今天我和这个大妹子 基本一个发型 但是她的比我的要好多了 因为我这就是随手一扎的 等她拿完这个咖喱以后 咱们再去采一点那个花 然后让她在院子里种着 我感觉会比较好 哦 她觉得好辣 你好 我好喜欢狗啊 他们的毛好软 虽然拉屎了 如果很臭 Oh my gosh 咱们上一期给这个大姐 但男朋友还是老公吧 就写了一个分手信 现在他们俩离婚了 别聊 咱们摘摘花吧 这都是我见过的吗 应该都是我没见过的 Kellplant OK 蘑菇 草莓 这是肉吗 咱可以拿一份这个 咱们现在就是整个人状态特别好 又有精神 然后又没有特别脏 而且咱们家现在应该是又可以洗澡 又可以干各种事情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实况该怎么玩 就 是不是应该等她建造一个特别特别好 那种两层大房子就算完结 看一下小帅哥弹琴 哦 叔叔 有点正啊 这个叔叔长得还挺帅的 是我错觉吗 介绍一下 这都是叔叔啊 这一圈做的全都是叔叔 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吧 哦 你单身 OK 好 那咱俩回家吧 一会儿 因为就是 跟大家都认识认识 就是我这次出来的一个目的 但我朋友去哪了 我不知道 我真找不到我朋友了 他人呢 太惨了 哦 大哥坐咱旁边了 聊聊天吧 他走了 我觉得模拟小人的话 就你想让他长得好看 就尤其是男小人 你就得选特别好看的发型 I don't know 跟他聊天 聊聊 咱们最近的这一餐 哎呀 等一下 我看看 我是想努力把咱们今天这一个情人节的任务完成 但是完不成也无所谓 但我还是想完成一下 就是有点强迫症你知道吧 所以咱们刚刚聊天那大叔去哪了 是他吗 好像不是 哎 等会儿 走之前咱们先吃点这个 这是特色菜 咱们先 嗯 尝一口 应该就学会了吧 不是真的 今天来这儿的男的全都穿的棕色的外套 我哪认得出来 要不然咱们用一下这个mod里的功能 就是这个sim dead dating 就咱们约个人出来见一面 付个青蛙 然后把它再卖掉 specific date oh my gosh 就那大哥吧 我觉得咱们可以多发展几个人 然后最后 咱们可以不确定一个对象 咱可以就一直跟好多人发展 毕竟这是模拟人生不是现实 所以 我想干什么都可以 这个美人鱼哥哥 我觉得可能是我在模拟人生里面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npc了 就是他真的好可爱 咱们随便抓一个人吧 我闭眼 上下滚 听 who are you 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咱们去这个望星人九郎吧 我觉得三米树的这个包 我是很喜欢的 我喜欢他里面这些游戏 比如说 呃 咱们嫌这个人真的特别丑 okay whatever 不是 你俩聊着 你看这三米树 好漂亮啊 有一种香港的感觉 或者就是任何一个这种 有夜景的 然后有水的城市 我了解一下 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怪物 哦 他不会是要抢咱们座儿吧 嗯 你怎么脱光了 你要干什么 你要洗澡吗 你怎么开始闪闪发光了 看见这个人光屁股 穿件衣服吧 姐妹 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说实话 yeah love day is awful no shit 肯定不怎么地啦 咱们就 要不然 就这样吧 我不想和你 接着聊了 回家前 咱们先领一个男的回家 是不是这个 哼 就这期其实跟搞钱关系 已经不大了 我觉得 因为开头这一块 我就一直在跟别人聊天 勾的 挺好 哦 你想嘻哈音乐 OK 咱小人快 已经有裤子了 让他赶紧去上个厕所 就是六月初 不是出那新包吗 五月底有一个 系统的整体的更新 就有这个 likes and dislikes 咱们可以待会儿去 给他选一下 哦 我臭了 什么破玩意儿 你不要睡觉 这大哥还在门口呢 啊 咱们家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建 因为我想之后 在改装的时候 用到咱们已经有的家具 你别睡觉 这大哥在这呢 不是 真的 我说实话 就这个大哥 就算是NPC 自己生成里边 挺好看的了 然后我预受到一个问题 就是 带他来咱们家 聊天 聊几句 咱俩就会成为 就是灵魂伴侣 这个事儿 让我实在是有点害怕 我应该把灯 搞成这个自动的 然后这样就能省点电费 我估计是可以省 但是我也不知道 然后明天开始继续 就是照顾一下 我的花园 种种花 然后搞搞钱 我觉得就可以了 反正咱们家 现在挺好的 不差钱 卖至青蛙 就又有100块 然后一会儿天亮了 咱们就过来照顾一下花园 嗯 OK 就是刚刚他问我 要不要在他这个喜好这块家 喜欢园艺 刚那句音乐好奇怪 哦 你要来看我了吗 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过来看我 哦 你不会真的过来看我 求你不要 这大姐还是来看咱们 然后我之前几集都没有说的 就是我没有开这个允许小人变老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游戏 白初起家这样无所谓 但如果时代挑战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咱们可以做一点 做girl cheese 咱们家没餐桌 这件事特别淡疼 咱们加一个餐桌吧 我忘了是哪个更新 就是也是过去 那么几个月里边的 就是有几个那种 给模拟人生寺 做custom content 就是那种玩家自制家具的这些人 他们做了一套 这桌子你看 好看的圆木色 对吧 这就挺好 模拟人生总给我出一些 蓝的绿的紫的 我又不是孔雀 OK 之前我玩别的存档的时候 看见过一个桌子 我觉得很漂亮 应该是温馨小居的 在哪呢 好像是那个玻璃面的那个桌子 特别漂亮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玻璃桌子 你看 这设计又简单又极致又奢华 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 我自己虽然就是觉得模拟人生里 这种风格家具有点过于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格是很漂亮 我不是 我不会很介意 像这样我就可以塞两个椅子 然后如果之后不想要这个桌子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桌子弄到别的地方 然后这吧台椅 如果之后还想弄那种 就是island counter 我还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上面 这种简单的米色就挺好看的 然后这最起码在我这儿吃饭了 春天的话 哦是不是马上就要入夏了 对明天就是夏天 OK 你还是快回家吧 你在这儿我实在干不了 我先画幅画吧 就博普艺术 画一个大的 反正咱们现在钱不多不少 也够咱们造作一会儿 要不然我留四颗吧 然后卖掉另外的四颗 因为我真的感觉种太多了 你根本照顾不过来 照顾不过来 whatever 然后咱们种四颗这个 devin我要一千块钱 我怎么没问你要一千块钱呢 快滚 你先画着 然后我在这儿把花稍微怼一怼 呃这是parsley 然后草莓咱们往地上放四颗 哦很好看 卖掉了 364块 我讲真是不想让他找一个那种稳定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 就是这不是我玩这个游戏的那种风格 我可以回头查一下原意到底是有什么攻略 然后看看有什么 我可以叫什么 扦插出来那种花 但是现在的话我是啥也不知道 对反正因为我自己其实在别的游戏里也没怎么玩过 就是靠种花支付我的这种路子 虽然不是很有经验 但是咱们还可以付一只青蛙 so yeah 咱们和这人聊聊天吧 生理7月要来了 还得花钱买姨妈金 你先去和这人打招呼吧 对不然他一会儿该走了 不是 是我的氛围太尴尬了吗 所有来我们家玩的人 都是有尴尬的这一个情绪 这大哥我觉得还挺酷的 就是穿的也是花花绿绿的西装 然后是一个时尚评论员 问问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设计师大哥 对这一期我感觉好休闲 就是钱没怎么搞 但就是一直在搞我自己 然后再付个青蛙 我感觉就是肯定有更好的赚钱的方式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累 我可以把这个草莓 然后胡萝卜 还有这个蘑菇放冰箱里 看一下做什么比较划算 如果是做 咱们做一个家庭 家庭大小吧 夏天到了prank day 我知道可能现在应该省上钱 但是做饭花的钱是必须的 哇 这小牛长出牛头了 太可爱了 哇 有虫子 一会儿去驱一下虫 他现在这表情就跟我每天早上起来 收拾自己一样 就根本不想起床 也不想收拾 但是他好漂亮啊 就是你看他的眼睛 他的五官 虽然这小人是我自己捏的 但我还是觉得他好漂亮 我想等之后建一个最起码100格以上的一个房子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家就虽然很小很温馨 但我觉得不足以证明咱们的财力 我觉得这垃圾桶还挺有意思的 找到了一个 那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淋浴吧 往外喷水 没事就放在外面 当咱们以后挖完垃圾以后 清洗的地方就完事了 我感觉我MOD装的太多了 我现在这游戏里边 就经常会有些奇怪的东西 回头可以清理一下 我听说施肥这块 就是如果你暂停 然后就一直点 你可以拿同一个 就是同一只花 吃好几个花的肥 这个小人就在开心和一般般之间反复横跳 我都疯了 你能不能选一个心情在上面待得久一点 而且等之后咱们原意技能高了以后 就不用和人说话了 咱就可以和花说话 就完成咱们的社交技能 这也不是社交技能 社交需求 Gibbs 这种花的这个木盆子 我就放在外面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要买这个 是不是可以直接卖了 160块 我先留着吧 万一之后还有用的话 那就那就擦了 OK 我把它花园稍微布置了一下 这个后边就是它的Bluebell 风铃草 然后Snapdragon 金鱼草 蘑菇 Sage 鼠尾草 Parsley 欧芹 萝卜 一般我一期这种实况都会录一个小时左右 但现在录了一个多小时 感觉什么都没干 所以我稍微录久一点 我发现就是这个雪景仙踪的这一些节日都和三米书诺的那个冲突 为什么 我两个都想去 来来来快来 快来我家 哇这个淋浴房已经在外面漏了好多水了 我刚刚拍我的这个花 真的你看见没有 能去挑逗市场 咱们叫上这大哥吧 就当着他来咱们家接咱们走的一样 anyways 继续 咱们要干什么呢 和他打打去 开开玩笑 稍微把这个节日KPI搞一搞 哦 敷一下青蛙 我感觉我兜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其实可以卖一点 我留一颗当那个肥料用 哇 你怎么点了杯酒啊 气死我了 你不会又买了杯饮料吧 我的天哪 就这样吧 因为我游戏现在出了点bug 所以我也懒得解释了 就先这么着吧 哎呀 伴随着咱们的bug 我觉得这一期就到这结束吧 我回头看一眼是不是因为我冒的状态多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 这一期说实话前没怎么搞 完全就是在种花 然后和朋友交际 然后在各种庆典上溜达来溜达去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因为这一个系列我不想做的节奏那么快 然后让我自己压力也很大 让这小人压力也很大 所以就 呀 我对咱们现在这个小人所在的一个环境也好啊 还有整个他的氛围 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其实都蛮满意的 这就这期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风格 一定要多发弹幕 多投币 多转发 多收藏 常常点赞 纽键三连 然后如果你还想看到下一期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 刚刚我在跟你们说这个 这个节住语的时候 有一个小人说觉得咱们很好看 OK 你要想和我聊天 你要想跟我抛卖眼 那你就给我抛吧 他说咱们下面的几个小时可以跟他干什么都行 OK OK 真的我要走了 然后咱们下期接着来 希望能多搞点钱 然后继续丰富咱们的生活 拜拜